我们会对这个车厢 和车厢之间进行恢复的一个编组 八节车厢全部编成一列之后 再通过固点车 推到我们这个检修库里面 进行静态的调试和动态的调试 我们选择的公园 从零开始一直到现在 有些重要岗位已经能够升任 特别是在我们钢柜厂汉 有些工位都已经是用一方 自己已经独立操作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